没错 世子舍匿做死他的业章 是他几成假业 整机绣刑的大哀 世子还是 如果不需要连你这个业章 他都会成为宠物子的 前功罪人 世子还说了 等修除完你的怨恨之后 就可以清清白白 世子不做 老师大人说 你们都等着他 三月三月 这些我都可以解释 解释什么呀都是真的 闻到三月在哪儿了 世子 在 在东边 东边 东边这么荒芜 三月找灵芝 去东边做什么呀 世子 那么两个人的羞狗 山冒之醉 一路上为了世子勒似勒活 莫想到 世子竟然不信任啊 行了 我去东边看看啊 你俩留在这儿休息休息 给 洲子的老子 俩 一个事儿我去疯了 我去拥救我了 你俩去别的疯了 你俩个人俩结智了 有业令 能做个啥 对什么 先去看看 走 飞连神君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灵芝有异动 怕你有危险 来陪陪你 多谢神君 因为雪同里 离开了万花宫 很多事情 在当时当地 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过 三月不悔 不知雪同里 对未来有何打算 神君何意 天君匡扶天道之愿 道祖且尖 需要更多助力 你剑法出神入化 是否愿与我等一起 匡扶世间正义 还仙境以太平 哥 他们两个 好像只是在谈宫事了 所幸仪不作而不朽 让他们 省密铸成仇 分不就行了 他们的年纪 相差得太大了吧 不用在意我写细节了 你有没有带什么语啊 狮子 放手 狮子 长本事了 敢在背后算几本狮子 真以为你这点心思 能瞒得住我 演戏谁能演得过本狮子 狮子 那么严肆为了你好啊 你说 崇武三帝孝山猫他不妹吗 隔壁木猫子他不叶吗 为啥要跟这个业章纠缠不清呢 对啊 是你先骗我们的 你说 等业章消除完 您就跟我们回崇武山继承家业的 现在业章都被您骗完了 您怎么还不跟我们走啊 嗯 业章 没错 狮子审逆做死他的业章 是他几成假业 曾经修行的大哀 狮子还是 如果不需要连你这个业章 他都会成为宠物三的 前宫罪人 狮子还说 等修除完你的怨恨之后 就可以清清白白 狮子不做狼狮 大胆小狮都等着他 三月三 这些我都可以解释啊 解释什么呀 都是真的 我 是万怀骨的雷符 从现在起 不许你靠近我三丈之内 既然你说我是业章 那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业章 三月 这三位小仙君 神君无事便是 不必大礼 可是我看他 对你是情义绵绵 可惜口无遮拦 该收点教训 什么梁还是在 我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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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一时口快 说的才是心里话吧 当然不是了 顶多算极彩 你别靠近我 我想安静地想一想 想 想什么 想你我之间的关系 从我们相识开始 的确没有多少安乐日子 或许你一语中低 我真的是你的业障 我们两个的确不适合在一起 保持距离 对你才是更好的 好不好 不是你说了算的 我觉得可好了 好极了 你可别想丢下我了 黎叔 你让我自己静一静 好吗 那我晚些时候再来找你吧 不过 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你刚刚的思路绝对是错的 千万不能往错的方向 越想越偏 千万别胡思乱想要嚣着你 我敢跟张杀在顺杀在谁 要不敢奥 你帮你 周刀啦 你别挤你帮我 我去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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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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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天君挂念薛统领 捉我过来看看你是否需要帮助 多谢天君 神君 这黎叔小千君日日在旁烦扰 需不需要我将他送出待遇啊 不必了 我自己可以解决 薛统领不用再装了 他已经走远了 你呀 言辞绝绝 可眼神却骗不了人 一看你就是放不下的 怎么 业障之事不再生气了 区区细言 比起过往的生死离别 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算是真的生气 片刻也便消散了 那你为何不解了他的雷福 反而对他言语冷淡 还不许他靠近 难道你是担心 在摘取玉露灵芝之时 怕出现什么意外 伤及到他 你的心意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 他过去已经为我付出够多了 我似乎总是理所当然地接受 而今我想对他再好一些 至少不愿他再为我犯险受伤 待我取得灵芝之后 再为他解开雷福 薛统领的赤诚之心 让在下尤为感动 只是 神君有话直说 只不过 这离书小仙君对你甚是直说 也不在乎 为你付出了多少 其实有的时候 你所想 未必是他想要的 你对他的好与坏 不是你觉得 而是他怎么想的 不是吗 神君是觉得 我做错了 情之一事 旁人喝谈对错 不过是冷暖自知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